嗨 各位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不知道其他人在哪邊 大家稍等一下 今天開沒錯吧 人呢 喂 我先去吃個藥好了 你吃什麼藥 中藥 為什麼 就體驗一下 什麼意思 我之前那群麻疹吃兩年了還沒好 想說是個中醫試試看 我那時候是幹嘛了 也是中藥 中藥都超大包的 那個藥粉 很紮實 我都沒辦法吃那個真的會嗆死 後來就去買很多膠囊 慢慢的 全部灌進去用膠囊吃 但是一次要吃 26顆我記得 粉太多了 然後就裝很多 你也沒辦法把它裝得很滿 沒關係我還是晚上有時間 就裝一裝 白天上課 晚上有時間當零食吃 沒有啦 晚上有時間就趕快先裝一裝 這樣早上就不會這麼趕 裝了26顆 然後快遲到了想說 幹 就直接一次抓一把進去這樣 然後一喝水 整個氣管不能呼吸 它全部够在一起 那個時候膠囊好像買一個深色 然後又有一個透明的這樣 就枕頭吐出來 真的是吐一朵死豬 幹我是真的沒想到這麼難吃耶 我去看的時候那個醫生 他是給我開藥粉跟藥水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你這個情況會比較苦喔 你要忍耐一下 我坐在那邊的時候還想說 我三歲是不是 他媽我30歲 要不要看一下健保卡 什麼忍耐一下 一回來 吃到哭 真的好難吃 醫生說的對 不是第一個煮出這鍋湯的人 到底怎麼會覺得這東西可以合 真的耶 你把它煮出來 然後你藏了一口發現 看 這個東西就不是人吃的 你怎麼會覺得他可以合 而且我也 就是人生第一次看綜藝 但是人生第一次被中藥的價格嚇到 我沒有看過這麼貴的醫生 兩個禮拜的藥水收2000多 嗚 好貴耶 貴族才可以看的耶 如果是真的治療的東西 那樣子的價錢 我覺得已經很OK了 可是他如果是跟你說 喔這個是 吃了是一定會好 但是要吃8年 這樣你OK嗎 欸所以一個 所以這樣怎樣 兩個禮拜2000 一個月4000 然後8年 8864 30來萬 嗯 我死了 讓我死吧 算了吧 哪邊弄起來就割哪裡 這樣聲音是不是很大了 可不可以 他說但是音質很奇怪 是嗎 他說只有6碳是正常的 我們其他三個都是悶悶的這樣 我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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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悶了 更悶了 我們家就很悶啊 不然像怎樣 我都不想啊 我都不想啊 就沒有 就沒有東來窗啊 我幫你換個房子給我嘛 有沒有推薦好的截取禮盒啊 我要買新的 受不了了齁 我受不了了耶 因為他現在這個就是會延遲啦 就是聲音延遲 或是突然就接不到這樣 人家是要氣死欸 哇台語都變好了 我們現在在排台北大公集 我們現在台語很好 下禮拜要演了耶 但是裡面一句台語都沒有 那為什麼沒台語 那你為什麼有機會練 我也不知道 就是在排戲的時候一直在講台語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第三句台詞 就已經是直接跟大家說 因為我不會講台語 所以等一下我們 台語的地方 我們就一律講中文 那根本就完全不需要耶 欸 喂 想說一瞬間突然失去了聲音 OK啦 反應沒那麼快耶 接收到訊息之後要讀一下 我現在越來越容易在家裡 吃飽飯就睡著了 9點多吃完晚餐 垃圾車是10點 我想說 我就早一點去到垃圾去那邊等好了 回過程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色鬧鐘了 想說密個15分鐘 我覺得吃飽飯之後睡著 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要問你一個重點 吃完之後睡著 然後你醒來的時候 你覺得爽嗎 我覺得爽啊 而且我還會 OK 那就老了 那就老了 可是我睡起來 真的不舒服 我只要是短睡 我就一定頭痛 你的短睡是定義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大概7秒到16秒 沒有啦 就大概30分鐘到一小多 欸 它很長的咧 很長的吧 15分鐘咧 15分鐘咧 15分鐘有 有這麼短的嗎 那才叫NAP吧 你聽過哪個小學 午休時間是給你兩個小時嗎 那是因為那媽小學是很辛苦啊 我自己無休 你就是要睡就是睡爆 你都不NAP 你是PowerRest 我順便趁今天開台 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有沒有人推薦什麼 適合尾牙的餐廳啊 大概有20人的 不是啊 你預算呢 預算無上限 我要我的員工吃最好的 那我覺得高檔一點的快炒店 有包廂的那種爆吃一頓 那我今天就是想問大家有哪一些這樣的店 快點啦 你趕快看一下 你也是會被邀請來吃尾牙的人 也是你會受益的 你趕快參與一下討論 那我勸老王你吸半也要吸我 欸 不行不行不行 我也要去 我可以自費嗎 沒有沒有 吸半本來就自費啊 他媽的 我請員工吃飯 我還幫他們付錢 他媽全家都帶來啊 說也是 那我怎麼辦 我就是要帶你還要帶小六 我要帶三個人去 你不要帶我啊 他會邀請我啊 他會邀請我啊 是喔 我明明把你主廚的腿打斷 龍都九樓呢 龍都不錯啊 烤鴨 他有高級饗宴席 還有精緻首選席 那到底哪一個才對呢 只聽得出那個饗宴席的差別而已 你不覺得這跟很多飯店一樣嗎 就是他們都會 都把每一間房間的名字寫得很厲害 然後完全分不出來差別是什麼 你說我們去住的那個嗎 我們去住了 反正就是很貴的飯店 房間真的很酷 就是設計的很酷這樣 但是就是去了對方的房間 然後想說 啊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超級粗人 因為我們就是下午茶跟晚餐 還有隔天的早餐都在那邊吃 然後他的東西都是設計的很 就是一道一道這樣慢慢上來這樣 他就那種弄得很精緻的啦 然後擺盤啦這樣子 上面弄得漂漂亮亮的 應該是要給人家拍照 然後慢慢小叉子 一口一口吃 然後我們都是盤子一上來 就吸掉這樣子 而且我們是前一天 先去住了比較平價的飯店 然後他的早餐就是 培根啊香腸啊炒蛋那種的 我們就這樣吃得很開心這樣 隔天去了一間高級的飯店 然後很傷心 我們就是出人啊 第一天看到那一整桶培根泡在油裡面 多開心啊 真的好爽喔 還有那個一大桶的牛奶跟麥片 它會放在透明罐裡面 然後有水龍頭 你可以把牛奶倒出來 水龍頭 水龍頭 還有青州蠟筍啊 肉鬆那種 好開心喔 好棒喔 真的好爽喔 我前天突然決定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已經2023的年底了嘛 我在2024 有一件事一定要達成 換手機 沒有那個2023就會完成了 我11月如果沒有 沒有換iPhone15的話 我就會開實況 露臉 狼頭敲破我的頭 哇靠 到這種程度大家不會放過我 我是不是也可以換手機啊 因為我現在手機 電量一天都撐不到欸 那一起去換啊 你11月不換 那如果我11月沒有換的話 老王就要開台敲破他的頭 太危險了吧 關我屁事啊 回答話題 我說2024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 我想要去看很厲害的日出 但是要去哪裡看呢 玉山對我來說有點太累了 阿里山會比較好嗎 玉山了啦 有點決心好不好啊 對啊 你要很厲害了 還在那邊給我推了球機制 可是阿里山有那個雲那個霧欸 你沒聽過那個民謠嗎 阿里山的姑娘每個都想去玉山看日出 才沒有啦 亂講 學律師聽過啦 阿里山的姑娘現在每個人都騎狗狗囉 屁 阿里山的少年說 上下山只要20分鐘 我這種人不能爬玉山啊 這是什麼偶像劇的台詞啊 像我這種人 像我這種人不能爬 我可是在自由心的SP上面 用拳擊手套隨便揮空了五步 就開始喘的人欸 好長 開始喘 沒有啦 海上的日出我看過了啦 我看到很多人在推海上的日出 有人說如果要看金黃色那種日出的話 那種5.40的日出阿里山無法 如果剛好也沒什麼雲海 我也沒有想要看金黃色的日出啦 對啊 我沒有期待看到什麼樣的日出 只是想給2024一個出去玩的理由 就是我那時候是跟觀眾一起討論 然後他們就說 可是日出要很早起遊 我很早就到我想說笑死 平常日出的時間我根本就還沒睡 可是平常日出結束的時間 你就開始睡了 你如果去看日出的話 你不能一日出你就睡覺啊 然後我可以看完之後 看完了OK 叫Uber吧下山吧 What的 哪一個Uber開上山下山是不是要50萬 你太貴了吧 對啊 那他們有沒有拉拉姆夫把我站下去了 拉你的頭 我那天有看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好適合在LNG講 有人發一篇文說什麼 日本古代有一個職業是幫貴族女性背鍋的 屁腹比丘尼 就是如果有人放屁 你要大膽的出來說屁是我放的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 那好像只是假的 就是一個笑話這樣 然後我又查到 古代有一個日本的畫家畫的會卷 叫做放屁合戰 幹他們真的 我真的覺得哇 男生真是不管在什麼時空下 想的東西都一樣 放屁合戰怎麼感覺是我小時候會畫的東西啊 這次兩人修舊來放屁欸 然後還有起碼射屁的橋段 我只能說真的是超無聊 他畫的屁有一種噴漆感欸 而且後面的人都被這些屁射到東倒西外的 大家真的很無聊欸 他有輔助欸 輔助拿大扇子把對面的屁刪回去 對啊 而且他們前面還有先吃地瓜 這個屁的棱角已經有點像是 英雄聯盟的指向性技能了 而且他這個放屁合戰 他總共長度有大概十公尺欸 全部都在畫這種 就是覺得他如果知道他的這個 在現代被當作是一種國寶類的東西 然後收藏起來 不知道會想什麼 他是直接把貓噴飛欸 他是直接把貓噴飛欸 他還射破那個紙門超恐怖的 而且他們有把屁裝進一個袋子裡面 你有發現嗎 然後再一次刪去對面超噁的 會玩欸 會玩會玩 懂完懂完 我們家領養了一隻小貓了 耶 沒錯 他的名字叫燒麥 超自備啊 是燒餅犬的 而且他真的好不怕生喔 他真的超不怕生 超怪的 那燒餅感覺如何 外面就是很興奮 但是我們還在把他們隔離 而且取名的那個事情超好笑的 就是我們想說想到的名字寫在小紙條上 然後就放在那個給燒餅玩的那種 常零食的罐子裡面 然後想說啊就是給他弄 然後第一個掉出來的名字 就取這樣 然後那天剛好也有朋友在家裡 然後我們大家就很興奮這樣 喔來來燒餅要選名字囉 然後燒餅就會推那個罐子 推對對對推 推半天推不出來 終於掉出來一個 然後就喔 掉出來一個了 是什麼呢 所有人還來不及拿燒餅 就把它吃掉了 蛤 第一個就沒了 要吃掉 再把它們全部拿出來看少了哪一個 那就就是他了 OKOKOK 直接吃掉是怎樣啦 我是很期待啦 期待他長大 我把月月不能吃的東西 慢慢的轉送給他了 拿到那個幼貓罐 然後我八毛說 這個給月月吃可以吧 我說月月看起來像幼貓嗎 我說他是有需要哺乳還是喝奶嗎 這個太營養了他不能吃啊 我們家最近就得到了很多朋友 熊的貓的補給品 然後還有其中一個朋友的狗的一些補給品 有一個朋友的狗過世了 那個狗狗是生病 然後幾天兩三天內就走了這樣 那一週生病的時候 他們就為了要能夠帶他去醫院 還買了一個那個給寵物用的推車 結果也沒用到幾次這樣 然後我們聚會的時候他就說 家裡的那些東西有沒有你們需要可以拿走 我說沒有啦我們應該都用不到 他說還是你要那個車 你要那個鈴車嗎 靠北喔 真的很高分 而且狗狗走了那天晚上 反正他們就是很難過嘛 然後也沒有吃飯 因為他們就是當天早上就處理就火化這樣 然後他們忙了一整天沒吃飯 然後晚上的時候我們就說 那不然就請他們吃個飯這樣子 就叫老王一起來 然後老王就帶著一袋 他之前買給他的生日禮物是switch這樣 一大袋 一到餐廳的時候 他跟他女朋友眼睛都腫腫的 然後老王就這樣 來啦這個給你啦 然後他就說這什麼東西啦 如果是狗的東西我真的會笑出來喔 好險我是買switch還有兩代的薩爾達 如果我買了那個狗狗教學的那個 叫死定 而且他們家貓真的很靠北 我真的是想到還是會覺得貓真的好賤喔 他們家有養一隻貓一隻狗嘛 那個貓咪之前腹部的地方都是 就是沒有毛這樣 就是過度舔毛這樣 所以肚子都是沒有毛的狀態 然後狗狗過世之後 貓咪肚子的毛全部長回來 靠北 他就說那個狗狗在過世的前一天晚上 貓還去狗狗旁邊聞聞他這樣 然後他們想說 他一定是感覺到 感覺到狗狗快不行了 在跟他講話 就說還是他其實在那狗旁邊說 趕快放手吧 趕快放手 趕快走吧 他說本來肚子沒有毛 側邊的毛也是變少這樣 狗狗過世之後 側邊的毛也變得更澎潤的 他怎麼說健康起來的 因為我想媽媽 這毛真的很簡 然後毛全部都長回來 真的很簡 是誰狗到最後 可是這真的是 但是又开心又难过 真的 就是哦他好了 但是你又觉得 你好贱哦 你就不能晚一点再找回来 那天晚上也是 我们吃完饭就 就找他们来我们家这样休息一下聊一聊 然后我们喂烧饼吃饭 烧饼就不吃 他就跟烧饼玩 烧饼烧饼 然后我们说烧饼赶快吃饭 他就好像这样 唉烧饼赶快吃啦 趁能吃的时候赶快吃一点 靠药 烦死了地狱的不要吃 那他们去买游戏片的那个可以讲吗 那我忘记了 就是 因为他们隔天就想说 既然都收到switch了 那就来玩吧这样 他们就去贴保护贴 然后想说顺便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想买的游戏 他朋友的女朋友 就拿那个养狗狗的说 我们养这个啊 这个不会死 那几天我们都有时不时关心他 有天也是传讯给他说 这几天还好吗这样 然后他就说 好多了啦 就是已经 已经好像没有感伤了 但就是空格 新空格 总是空空的 我说 怎么感觉还是在讲干话 对啊 小丑没有资格感伤 对啊 现在有iPhone15的现货吗 我 我的头部包了 大家快点把现货买光 我要看他头会敲破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我一定要去 Apple直营店买啊 因为我要把我的这些旧手机 全部折底进去 还有之前那个 什么礼品卡 也全部一起折进去 哇真的好call 什么好call 那个礼品卡有1万多块耶 好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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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只是200块吗 没有耶 好我以为只是40块 200块也蛮多的 好笨喔 而且你知道我iPhone7可以折多少钱吗 1000 860 哦不错啦 那你知道我的iPad 那你知道我的iPad2可以折多少钱吗 80块 他说你直接拿来我们帮你回收 哈哈哈 他妈的iPhone6折 那你们知道我的iPhone11 Pro可以折多少钱吗 我是真的在问可以折多少钱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说你是不是也不知道想要我们帮你插我不要 对对对对 5500左右真假 iPhone12 9100 对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我折的话我是不是要把旧手机给他 对啊 那我不要那我蛮心急 没有啦我就想说我的旧手机 嗯嗯留给别人 我那时候我 我机器照流出去怎么办 你不要在你的手机里留机器照不就好了吗 不是啊我有时候大便的时候看到 看到机器上面长痘痘 我还用拍的我才看得到啊 不然我看不到啊 哪里长痘痘 那里看完把它删掉啊 不用删吧谁在删照片的啊 对啊不用删 而且机器照都拍了 有的时候就是要传给许奥宗或者是杨嘉恩什么的啊 天哪 他们有开心吗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开心啊 但是他们通常也会回传他们的机器照对 OK OK 谢谢你们呢 OSO 我耽销地转工 你们也合 Stanford在这里 572 blankets